因為其實我們的捷運站 入口跟出口處的感應難度是不同的 特別是在出口處的時候 它是坐在我們的右邊 如果你本身手錶習慣戴在左手的人 你在感應上面就有一些困難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BPO要升級到2.0的原因 嘿大家朋友 我是阿康 今天要來好好跟大家聊 悠悠卡這個東西啦 因為我相信只要是在台灣的觀眾 你對於iPhone還有Apple Watch 支不支援右手卡這個議題 應該也是蠻關心的啦 那前一陣子的右手卡公司 是我推出這張Super Card 但是呢 我們客觀來講 這張Super Card 雖然說已經有把方便性有所提升了 只是對於實際面來講幫助還是有限 所以今天來跟大家同步聊聊 要怎麼樣才能同步讓我們的Apple Watch 可以使用右手卡功能 那以防有人不知道所謂的 右手卡Super Card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這部影片我還是先簡單實測給大家看 那其實道理也很簡單 為什麼我們大家都想要說 直接讓右手卡支援我們的iPhone 還有Apple Watch 就是我們可以直接很帥 近戰的時候呢 就把手機或者手錶 直接閉一下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知道在東京 西瓜卡是可以直接加在Apple Watch裡面的 這個我過一陣子會到日本 直接實測跟大家聊聊我的心得 原因就兩個 因為右手卡這個東西 本身它就是一個卡片 我們以卡片來講 你說要戴在身上 對比手機還有手錶來講 它都算是一個額外的東西 畢竟現代人總是會戴手錶 手錶嘛 你說要額外多放一張卡片在身上 它丟掉的機率也比較高啦 再加上有些人可能也不喜歡自動加持的功能 我們就怕說可能我們要逼的時候啊 沒有錢我們還要再重新去儲值 甚至一來一往之間 你要走到加持季啊 儲值碗啊 投錢啊 再重新去搭乘捷運 客觀來講花不了多少時間 但是就是多一道工多一個麻煩喔 而且還有一個最大的重點 我們平常呢是看不到這張優惡卡裡面的魚餌啊 我們要看的都要透過其他的方法喔 所以很多人就是說 如果我可以直接支援在手機啊 或者手錶裡面啊 我就不用額外多帶一張卡片 而且還要擔心它有沒有錢 要自己額外跑去儲值喔 甚至還要額外開自動加持的功能 白白存了一筆錢在裡面啊 那也是不看到的好處呢 就是你可以直接透過手機啊 使用優惡付的APP 把你手機貼上卡片之後呢 就可以查看優惡卡的魚餌啊 自動幫它加持啊 看一些紀錄啊 卡片記名啊 購買定期票等等的功能 其實算是有一個很大進步了啦 我這邊實測一次給你看喔 簡單講就是你買好一張Supercard之後呢 進來優惡付了首頁 就有一個Supercard可以點喔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做很多的操作啊 例如將Supercard緊貼在手機後面啊 就可以看卡片的魚餌 我直接實測給你看啊 感應失敗 為什麼感應失敗 再感應一次 欸有了有了有了 這樣直接放上去就直接感應NFC喔 一感應上去呢 它就會讓你看到說 現在優惡卡其實魚餌是多少 再來呢 最重要的就是直接加持嘛 這邊就有一個加持的按鈕喔 我們按下去之後呢 一樣把我們Supercard貼在後面 再來就輸入我們優惡付的密碼 就可以進到我們掃描 而且儲值的頁面了 你看我現在立馬儲值啊 我現在優惡付帳戶呢 有700塊錢 我就直接儲值個100塊進去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我原本這張卡片魚餌是0嘛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直接把它用完啊 畫面就直接跳出來 優惡卡其實魚餌是100塊喔 等於說呢 優惡卡公司想到另外一個方法 我沒有辦法把優惡卡 直接放在手機裡面 那我就把儲值機放在手機裡面就好啦 不得不講優惡卡公司也蠻聰明的啊 所以呢 只要你使用到這張Supercard 你每次要去搭捷運之前啊 你就可以感應一下 看看裡面的魚餌是多少 如果不夠呢 你就現場加值喔 那優惡付帳戶裡面的錢 要怎麼加值我也不多講了啦 反正就是你把你的ATM帳號啊 讓它扣款啊 甚至信用卡啊等等很多方法 這邊你自己選一個你最喜歡的方式喔 反正就是你要先把一筆錢 放在優惡付裡面 再從優惡付啊 透過手機啊 幫這張Supercard做加值啦 有所提升啊 可是有些人就是想要直接感應 近戰最帥的那一刻喔 所以呢 講了這麼久啊 終於要進入我們的乾爹時刻喔 你可以看呢 我整部影片都是帶這個 BPIL的二代優惡卡錶帶啦 欸不得不講 這一次BPIL二代所做的改動呢 真的算蠻不錯的喔 那以BPIL的優惡卡 Eopoge錶帶來講呢 如果你本身是關注我頻道的觀眾喔 你就會對它1.0的錶帶不會很陌生啊 因為這個東西我之前有開箱過 而這次呢 BPIL升級到2.0之後啊 它有幾個很厲害很厲害的改動喔 那第一個呢不用講啦 當然就是大家最關注的感應區域啦 以BPIL二代優惡卡的感應晶片啊 它是更加的靈敏範圍更加的巨大喔 你可以看呢 我為了直接測試這條BPIL二代的錶帶啊 我還特地北上到捷運站去實測一圈喔 因為其實我們的捷運站啊 入口跟出口處的感應難度是不同的 特別是在出口處的時候喔 它是坐在我們的右邊啊 如果你本身呢 手錶習慣帶在左手的人啊 你在感應上面就有一些困難 所以這點是為什麼BPIL是要升級到2.0的原因喔 你可以看呢我就是一鏡到底啦 進站啊出站啊 直接財富自由的讓優惡卡捷運公司直接扣我40塊 來測試這條BPIL二代的錶帶啊 在感應上面有什麼問題 欸很順利的就是一鏡到底啊 那再來第二個優點呢 就是BPIL二代的啦 我個人覺得這次的皮革真的非常好看喔 因為這條錶帶呢其實我也帶了非常非常多一段時間了 一樣如果你本身是眼睛的觀眾朋友都會知道說 這條錶帶出現在我頻道的影片已經非常非常多次 而且非常多人在詢問喔 那我手上呢是咖啡色的錶帶喔 其實對於皮革類型的材質來講都算是最常見的 那這邊BPIL是有另外寄給我兩個不同的顏色啦 我就現場拆給你看 分別是灰草綠啊還有愛瑪橘 因為客觀來講BPIL2.0啊 它這次的皮革錶帶是使用到Honewing的皮革錶帶 這個皮革是真的不簡單啊 你可以自己Google一下Honewing的皮革錶帶 其實算是蠻有質感的喔 使用他們家的皮革 來給大家看一下 整條錶帶呢 非常的非常的不錯 有皮革的香味 再加上呢它本身並不是說太硬啊 不好帶的材質喔 它是一個偏軟的性質 所以呢在你手腕帶起來啊 只要不是那種夏天啊 非常非常巨量噴汗的狀況 其實應該都蠻舒服的啦 這個灰草綠真的蠻有特色的喔 我再另外開一個愛瑪橘色 欸 這個橘色完全就是愛瑪士那個橘色啊 當然我們客觀來講皮革味道呢 並不是像我之前開箱過一些知名的皮革錶帶啊 那麼的重那麼的濃厚 但是至少聞起來啊 摸起來啊 真真正正就是皮革錶帶 相當有質感喔 那大家可以看呢 比喻卡晶片就在這裡啊 這個位置呢 就是我們皮革錶帶的這個位置喔 所以呢我們要感應上面呢 其實都算是蠻好感應的 欸橘色真的蠻好看的欸 改天我再換起來 因為我這個錶帶裡面呢 一定儲值蠻多錢喔 我把裡面的錢花完之後再來用它啦 那再來再來再來 皮革這次2.0呢 可不只有皮革錶帶這麼簡單而已喔 它還有推出運動專用的橡膠錶帶啊 這條錶帶呢 其實如果你本身是眼前的觀眾朋友啊 也會看我戴過它很多次喔 我直接把它換起來給你看啊 不得不講 這個橘色呢 真的蠻有質感的啊 那我換起來給大家看呢 這次BPL多推出橡膠錶帶呢 就是因應上一代啊 甚至這一代 很多觀眾朋友都在說 欸皮革錶帶其實有時候我想要外出運動 因為大家想一下喔 因為既然它會支援YOUK卡呢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想要 直接騎U-Bike的時候 讓手錶上去感應最方便啊 那以我本身來講呢 我跟我老婆也是會定期 騎U-Bike騎腳踏車運動喔 那只要在這個狀況下呢 我就一定會換上 BPL的YOUK2.0橡膠Apple Watch錶帶啦 整體運動起來的鬆緊度啊 噴汗呢 原廠的橡膠錶帶並沒有差異太遠喔 只不過一個小地方 你自己要去習慣調整那個鬆緊度啦 因為呢 大家可以看的像我的手臂啊 粗度是比較剛好的 所以它的扣環如果我扣比較緊的動啊 它就會稍微的碰到我的手臂這裡 那共同來講這個東西呢 其實我們習慣就好了啦 或者說有些人 他就是對橡膠錶帶過敏啊 他的要求比較高 那可能沒有辦法 你或許還是得買到官網啊 越野錶帶這種東西 算是比較亂用啦 那在你大家碰到的情況下呢 有些人就會覺得會有點紅腫啊 但是至少我自己是不會啦 我對橡膠的過敏程度算是還好喔 所以如果你本身對橡膠比較過敏的人喔 我還是會建議你如果在大量運動啊 流汗的情況下 還是得買到官網的越野錶帶這種材質 會比較舒服啦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你也只能買BPU的皮革錶帶 當作一些商務啊 政治場合去應用喔 但是對我來講呢 BPU的2.0項的錶帶啊 我在運動啊 大家碰看的下面 並不會感到什麼不舒服喔 好啦 那我們來講喔 雖然是油油卡公司已經推出Supercard 讓我們實際應用的體驗啊 方便性有一些提升了 可是呢 我相信有些人就是想要直接感應比較帥啊 或者讓油油卡 直接隨時隨地的跟在自己身上的配件喔 因為你說卡片呢 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講還是額外的喔 所以如果你本身呢 有帶Apple Watch的人啊 又很想要隨時隨地讓油油卡跟著你的話 我就會建議你可以好好選購到 這次BPU2.0的錶帶啦 因為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說 如果有油油卡功能啊 一條錶帶啊 兩千多塊好像很貴 可是呢我們客觀去分析喔 一條好的錶帶要好帶啊 舒服啊 運動啊 其實那個價格都大概兩千塊跑不掉啦 你看光網的橡膠錶帶最便宜啊 給你賣一千六喔 而且好一點的皮革錶帶 三千四千五千真是破萬的都有 那以BPU整體的皮革錶帶材質啊 用料啊 我覺得就算是有符合它本身的售價啦 你可以想像說那個油油卡功能是多給你的 甚至是BPU的橡膠錶帶 也是有對標到蘋果原廠的橡膠錶帶喔 而且它運動起來也跟蘋果原廠的橡膠錶帶 感覺算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會覺得啦 如果你現在呢 你真的很追求想要讓油油卡啊 綁在AirPods上面 買到BPU他們這次的2.0 算是沒有任何問題啦 特別是呢 他們這次的皮革也有給你做防潑水的設計喔 偶爾沾到水呢 也不用太過擔心啦 但是客觀來講它終究是皮革嘛 你要運動呢 直接碰水啊 直接水洗啊 最好的還是買到橡膠類型嘛 而且現在支援油油卡結帳的地方 真的是越來越多了 不管是台北啊 捷運啊 甚至台中啊 我跟我老婆去醫院看醫生 整體的門診繳費也是可以用油油卡喔 甚至是停車場繳費也一樣可以使用油油卡 那如果我這時候把油油卡錶帶啊 直接帶在AirPods上面的話 我就直接靠上去就結帳喔 並不用再額外進去包包啊 找錢包啊 掏錢啊 掏口袋啊 等等多於額外的動作啦 而且呢 BPU的油油卡啊 其實也可以跟一些門禁啊 去做設定喔 當然這個還是要看你們家 你們公司有沒有支援啦 你可以上BPU的官網看看支援的類型喔 而且再強調一次 本身錶帶的質感呢 就算是非常非常的棒了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當作是挑一條好看的新錶帶 好用的新錶帶 然後呢 油油卡這個功能是多給你的喔 不得不說BPU的這次2.0的升級呢 真的蠻有感蠻有誠意的啦 那觀眾玩賣場連結喔 就放在下面敘述網留言處 有興趣的人呢 再次追蹤好看看吧 那注意到時候幫忙對影片按讚分享 對方開啟小鈴鐺 才能收到網路開箱 在影片上面通知囉 那我們就 下支影片見啦